杨幂 杜江 高伟光 金晨 汪聪 高手 云集 看红队 秘密武器来助威 超级强大的驻梦嘉宾团 杨幂和异星分别是各队的队长 杨幂带着红队 然后异星带着蓝队 我们先请各队打个招呼好不好 杨幂 你先 大家好 我是杨幂 欢迎杨幂 金晨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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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的各位队员跟大家打招呼 到底哪个团队高手云集 到底哪个团队可以占C位 我们拭目以待 来 有请 好 请 欢迎你们 不知道陈导有没有关注 红队的队长是杨幂姐姐 姐姐赶紧为我们加加油好不好 拉拉票 因为我觉得时代上云团 给我们的感受就是 非常的朝气蓬勃 然后又很年轻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孩子们 都会以他们为榜样 也很喜欢他们身上 传递出来的正能量 我个人也很喜欢 很期待你们今天的表演 希望你们可以加油 好 这台呢 我们红队是杨幂 然后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多多支持 刚才 我 好 我们看看怎么容 心比搁来接着起来 深深地吸引了 的确是抓住了大家的眼球 帅帅帅帅帅 的对你们的这个红队的队长是杨幂嘛 少年团的孩子们你们今天的表演 杨幂杨幂充满着阳刚之气 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我看杨幂都把脸都给捂着了 害怕是吧 怕脸都怎么样 对对 因为我看到你 我们这边还在说 杜江哥也跟我在说 看到你腿上都有疤痕 一定是平时经过很多练习 不会不会 就是我这个伤是小时候出车祸 对 跟杂技没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伤 当他想要从事接下来舞台表演的时候 很多人都否定了他 但是他决定继续往前 他相信这个伤一定会成为他舞台上 重新长出的翅膀 果不其然他最终登上了杂技舞台 而且还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当然 今天特别优秀 大家都真的非常不容易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杨幂 那么多 太北京了这个 太北京了 儿爸妈他们 过来看就吃 那就算有了 而且价格便宜 可以说呢 各有千秋啊 这两组都是当时当令 说两句 说两句 圆密看了这样的小朋友的表演 想说什么 觉得很棒 我觉得小朋友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且他的父母也愿意支持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 而且我觉得他可以有 他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谢谢 图亚其实差 杜江慧你在笑 七八点钟我就睡了 没有 因为去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春晚 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稳健了很多 因为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我旁边 所以非常希望可以再能够在牛年的春晚 看到图亚老师 那就先在直通之夜实现一下梦想吧 你会唱图亚的歌吗 陶马的汉子你卫武凶庄 后来就睡着了 像季风一样 多谢 感觉好像要不给他们投票 很多人心会为之一动 因为 你只要进了每一个城市的 就在春晚里 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 接下来咱们祝梦嘉宾团 做个小小的游戏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唱跟春晚有关的歌 也可以是你们在春晚上唱过的 也可以是别人的 我先来吧 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 灿烂无比 这个标准动作蔡老师你给做一下 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 我真的希望这个吉祥的光环绕着 我们所有的今天参加进演的 我们选手都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 谢谢 在那桃花 哇厉害厉害 我爱的地方 山河之在我梦魇 我恭喜你发财 刘德华唱的恭喜发财 恭喜你精彩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海 好 谢谢各位 王冲姐姐来配合一下我们好不好 哎 谢谢谢谢谢谢 对这个舞台这样尊重是对的 他们用纯粹的歌声打动去说这个节目好像你们红队杨幂队队长是 使了一个很大的招是吗 这次我们帮助以太一起完成表演的呢 就是我们全能的姐姐 不是我本人 就是我们的金钱姐姐 对对对 对 光 流向地狱 哥哥来跟你们一起唱 笑起来真好看好不好 好 好 杜湘哥哥来 哥哥来为你们加 像身边的话一样 啦啦啦啦啦啦 可爱的孩子们 一组演员 恭喜时代少女 湖南 追梦路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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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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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加油 恭喜恭喜恭喜不 tabii xy 不